花林市公所同样在今天是在北区的太平洋公园树光广场举行的健康齐步走的活动 虽然天空下着雨不过还是吸引很多民众穿着雨衣 穿着雨伞 全家大小一起来健走 走完了五公里还可以参加莫彩 最大奖是价值三万块钱的手机 丰富的奖品让参加健走的民众都满载而归 尽管天空下着雨但是仍有许多民众一大早就来到太平洋公园树光广场 大家穿着雨衣 穿着雨伞也要参加市公所举办的健走活动 市长渭佳彦感谢大家不为风雨前来 祝大家赚了健康又可以抽到大奖 同时市长也表示会持续推广各项的休闲运动 让市民朋友更健康 今天的健走活动虽然有下一些雨 但是我看到现场非常多热血热情的民众 其实或许没有往年多 但是我相信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来支持我们花蓮市公所 包括健走等各项活动的民众 其实也给予我们很大的肯定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其实也办得非常成功 就是因为下了一点雨 但是我们期待我们下半年度可以有办理更多的活动 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一起来参加 花蓮市公所一直以来就对于体育的榨根非常的着力 那不管是小朋友 乃至于说出国比赛 甚至于说到外县市或是出国 我们都全力的来支持 我们虽然的预算数不多 但是我们在很多的 包括我们学习 或是我们一些要募集一些费用等等 我们都会尽全力用民间的力量来帮忙我们所有的选手 现场包括了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正伟和多位的市民代表 还有县员魏家贤 以及代表县长到场的北区服务中心主任张志华 都顶着雨 跟着县场乡亲在专业健身教练带动之下一起来跳热身操 随后近千人同步出发 沿着美丽的北滨自行车道 慢走5公里 回到主场后还可以参加摩彩 最大奖 价值3万元的iPhone手机 更是让民众惊声尖叫 一个上午的活动 有健走 有摩彩 还有摩彩 宣导送礼物 参加的乡亲每个人都是满载而归 绝对会欢迎市报道